當時一塊塊果乾 深紅色果皮白色果肉 你看出來了嗎 這是蓮霧做的果乾 而會研發出這種特殊果乾 與大陸禁止進口有關 只是沒想到 剛好就發生了這件事情 看看說用不一樣的方式 來呈現到其他國家去這樣子 去年3月大陸無預警暫停 蓮霧跟世家進口 數量淘汰的水果滯銷 為了幫助果農 除了轉銷他國之外 研發果乾 可延長脆弱蓮霧的保存期限 透過這個冷凍乾燥的 極速冷凍的技術 能夠保留蓮霧的原型 鮮豔的外觀 以及它的綿密的口感 透過各個形式不同的加工品 希望能夠延長 六龜蓮霧的上位的期限 選用高雄六龜的蓮霧密封林 除了操洗的深紅色外皮 還有清甜香氣 六龜區農會 為了協助農物行銷 與在地的食品加工廠合作 不同於一般低溫烘焙 來跟真空油炸 透過負40度C的冷凍乾燥技術 保留住果皮的色澤和營養 經過48小時烘乾 製成蓮霧凍乾 同樣被禁止的釋迦 也在嘗試製作中 我們玉兒包就是像這樣子 一般我們來吃 玉兒包就比較juicy的感覺 但其實我們在把水分抽取之後 其實我們主要的目的是 要保留它的水果香氣 保留水果的香氣 結合在地農產品 像是美濃瓜 還有大樹金鑽鳳梨 都是他們研發的對象 不只被大陸禁止輸入的水果 修量好的大樹玉荷包 美濃的陳蜜番茄 也通通被拿去做成凍乾 但這不僅僅是為了延長保存期限 而是要把眼光放得更遠 要消往更遠的國家 讓更多國外的朋友認識台灣好吃的水果 TBS新聞 許可沈牛璇告訴我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